现在就下载 酒吧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哈喽欢迎大家来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今天现场我是陈凤馨 民国113年4月5号 星期五周末到了 当然现在还是在假期 今天是清明 还有儿童节的连续假期 那么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 要来阅读这件事情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本 其实确实相当厚的一本 经典著作 我觉得其实在台湾有出版社 有这个勇气来出版这一本书 光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肯定 那它的经典的地方在于 应该是70年了吧 我记得我查过它是1954年的作品 那今年是2024年 所以是70年了 那一个70年前的著作 它凭什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知道说这个领域当中 大家都非常欢迎这本书 终于有了一本繁体中文版 因为简体中文版应该早就有了 可是它就是第一本的繁体中文版 那对于我们去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去特别去了解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有极大的帮助 一本70年的经典著作 在此时此刻还可以发挥它的知识力量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来好好的阅读 那今天呢 每周学书早起读 所以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起来出版社 然后所出版的 偏见的本职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国立清华大学教育心理资商系的 副教授陈顺文 陈老师 陈老师早 早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个节目 偏见的本职 先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 OK 那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然后很全面的来探讨人类之所以形成偏见 刻板印象还有歧视行为的成因 还有影响因素 那么它也成为后来我们就要了解偏见 还有想要消除偏见的缺点的时候的一本基础的著作 所以是非常著名的一本著作 那我们了解了之后就真的能够消除偏见吗 当然是很不容易 这书里面也有说明为什么难 那我要补充一下这本书 它虽然说出版70年没错 但是之后在这个心理学里面 只要是谈到研究这个偏见的领域的时候 大概都会引用或参考到这本书 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影响力是一直在 所以它也是在心里 就是有关于这一个偏见行为 歧视行为或者是甚至于种族灭绝的 这些暴力行为霸凌行为 大概最经典最常被引用的一本书 所以就知道它的经典之处在这边 它等于是一个基础 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 就是说这本书呢 它中文版是就我所知应该是繁体中文版唯一的全译本 就是全部翻译出来过去曾经有那种结译啊那种 那所以才会变这么厚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其实是写给大众看的书 它不是说纯学术的书 对它不是哦 它其实像我阅读我都觉得阅读的津津有味 你就知道说它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 对那它因为是给大众看的 它里面参了很多的例子故事 那很多那当然也许我们等一下会聊到 那那当然很难得啊 就是现在我们终于一个完整的全译本在这里 那我整本看完我的感想是这本书的中文版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翻译的真的不错 那么它的这个文笔好流畅 对文笔流畅 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说心理学里面的专用术语 至少我没有看到有犯错的 哦真的 所以这个非常专业的翻译 因为翻译者好像本身也是学心理的 他自己是台大心理系的硕士 也是临床心理师 我觉得这跟译者的专业背景应该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然也是出版社能够找到这么专业的译者 那编辑的协助一下完成 这非常难得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 那你在课堂上面会介绍大家要看这本书 对当然 对我的课里面呢 我的课堂是这样 就是会推几本在社会心理学里面重要的经典著作 那让同学读 甚至要他们写这个报告 那这本书呢 它其实是前一阵子出的 那当时我课上到一半 我马上说刚出了一本书 这个马上再补上这本 大家可以参考 要求大家要看完 然后学生就哀鸿遍野 没有到要求他们可以选读了 但是我马上补上去 这本书很重要 OK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当然当然应该是已经过世 过世吧 我觉得好像1980年代的时候 他就已经过世了 这本书的作者高尔顿奥尔波特 对 Gordon尔波特 对啊 我记得Gordon这个名字我有印象 在发展心理学当中 好像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可能是另外一位 是另外一位Gordon 他不是研究发展心理学 他研究人格特质 对的对的对的 那他是哈佛大学的老师 然后当然得过很多奖 也当过这个美国 我记得当过美国心理学总会会长 不过他个性好像比较低调 所以一般人大概不会直接知道他的名字 他不会像我们的什么佛洛伊德那么有名 也不像荣格 对但是呢对没错但是他也对这个也被那个心理学界 跟他推崇为这个跟他讲这个人格心理学之父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personality psychology 人格心理学尤其是特质论的观点 等于是他开始那当然后来有其他的学者进来 所以他被推崇为人格心理学之父 那这里有个有趣的一点是啊 他家有四兄弟他应该是老妖 他有一个哥哥 今天都大了很多岁 也是念心理学 哦 所以两位奥尔波特 对对对对他叫他哥很像 Floid Alport OK anyway 那有人是说啦 因为我们这位作者 Gordon Alport 他本来大学不是念心理的 好像是念经济学 我不太记得 那后来转读心理的原因 有人认为是他很崇拜他的哥哥 啊 所以就跟着他哥哥 然后也是一样去念心理学 然后他的哥哥其实也很有名 他的哥哥在心理学里面 也被尊称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 哦实验社会心理学现在很重要 对的对的 他用实验法去研究社会心理学 所以他哥哥他哥哥 所以好吧 好厉害人格特质心理学 跟实验社会心理学都在他们家 所以他们家兄弟之间就有两个心理学的爸爸 哈哈哈 你可以这样讲 哦我应该有相互影响吧 对对应该会有相互讨论 他里面有引到一些他哥哥的研究 哦 因为虽然我们讲说他是人格特质心理学之父 但是其实偏见的本质当中 其实很多探讨的法是群体的现象 对的 而不是人格特质 当然他这里面有用人格特质去解释 偏见产生的动力这件事情 但是基本上是属于 也是要解释的是社会现象 是 所以我看到说他是人格特质心理学之父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疑惑想说 哎 可是他探讨的都是社会现象 对 您这样一讲就讲到重点了 这个表示看得非常认真 哈哈哈 这个 这个其实心理学里面的两个不同的领域了 一个是人格心理学 一个是社会心理学 那么这两个领域在看待人的时候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人格心理学家主要看每个人的不同点 他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是阿婆他要走尤其他是特质论 特质论就是说他会认为 人每个人都有一些内在稳定的特征 比如说内向外向 那这样这种事情 这种稳定的特征他可以跨时间化情境的都展现出来 特质论的观点是这样 那后来的特质论就是延续阿婆这种说法的 会把人在分类 比如说内向型人格外向型人格 那大家可能都做这个心理测验哦 好像你哎我是什么类的人格 就是就是从他开始的他开始的那后来越弄越复杂 那比如说现在好像很红的一个叫什么 mbti什么 我现在那个mbti在心理学还没有到完全被承认 可是我知道我们同学之间很多人都在玩 OK 我是爱人我是艺人 你看这个爱人艺人他就在分类 OK 那社会心理学不一样 社会心理学要谈的就是人如何受到社会环境情境文化的影响 那通常社会不会太把人做太细的分类 对对对他等于把人看得比较同质 我们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影响 那 所以总之啊这两个心理学次领域看人的角度不同 而这里其实隐藏着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梗 他在里面提到 没问题 OK 大概就是说那个阿婆他书里自己讲 他说我我是用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偏见 所以他有区分高偏见者低偏见者有什么特征 他在最后的几张里面就对对对 然后他前面稍微带到 然后他自问自己问一句说我这样做会不会也是在把人分类 以至于形成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知道在书里面讲我们之所以会出现刻板印象 就是把人分类 而人格心理学家好喜欢他那一段 常常把人分类人格心理学家 所以他有一点点自己在不断问自己 那他当然他是说不会啦我是科学家什么什么 但是在至少在心理学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就是说人格心理学 把人分类会不会也太简化 你说分成12类16类 那你跟星座 星座也分12类啊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点 我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 这个高等他讲这一段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其实他讲这一段反映了一个 瑞智的学者 也不断质疑自己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学问的态度 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呢是 他这个反复的问自己 也是要告诉大家有偏见不代表你是个坏人 承认自己有偏见也不代表承认你自己 拥有多么严重的缺点 其实他在看待偏见的出发点 他认为是基于爱才出现偏见 因为我爱我自己周遭的人 因为我爱我自己的生活环境 因为我爱我自己的生存模式 我爱跟我很相像的人 因为我爱自己 所以我容易对于不是跟我一样的人 产生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的可能性变高 所以我是基于爱而出现了负面出现了恨 那这就变成了人类的天性 人类的自然 那你一旦理解这是人类的天性 人类的自然 你就不会污名化偏见这件事 才能够面对偏见这件事情 而真正应该要去处理的是 偏见后续所产生 因为他们有把偏见的行为历程做分类嘛 最糟的就是种族灭绝 你要避免自己滑落到种族灭绝 避免滑落到歧视 这件事情就需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这是我在看他的书的中 很大的一个感触一个感想 很难的哦 非常正面的阶段 不过这本书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很厚 那有一种阅读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的话 可以尝试就是说 这本书它分成八个part 对它好多小张了三十张 但是八个部分哦 前面一半前四部会比较偏社会心理学 刚才您提到的 对尤其是第一第三第四部分 第二的话还有一点那个科学方法 那个倒还好 从第五到第七部分就是人格心理学了 就是他人怎么学到偏见 对对对对然后人分成高偏见低偏见 第八章我觉得也很精彩 第八章就是如何减少偏见跟群体冲突 他事实上他也想要 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 要改善这个因为偏见而带来的坏的后果 那他也写得很仔细 所以大概这本书大概就分成这三大块 前四张一块再来三张一块最后前四部跟中间三部跟最后一部 我觉得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这样区分看 以免说哇这么大一本书五百多一 看到前四部看完了之后呢 想一想就可以想一想这个社会的偏见形成群体偏见的形成 对他对于现在的地缘政治我觉得还蛮有解读效果的 从我的角度我是真的用来不断的去观照地缘政治的问题的 然后呢后面的三部我觉得来对照自己 我能用的当然是对照自己 因为我不太可能在心理学上面去应用在别人 但我去对照自己 避免自己滑落偏见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于尤其我要做分析的人 尤其是我要做经济分析的时候 你知道理性的 然后不受偏见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我要告诉 所有想要搞投资的人 如果你想搞得好 其实你必须要学心理 好的好这是后面三部 那至于减少偏见这件事情 我觉得困难度就高了 很高 因为这个你要去影响别人 影响自己就已经很难了 影响别人就更难 所以第八部分就看看吧 哈哈哈哈 好来 不过好我先来说一下 就是这本书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1954年的作品 那一回到1954年 那时候距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其实没有很久不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如果要去谈偏见啦 谈刻板印象啦 谈霸凌啊 歧视啊霸凌啊 暴力行为啊 我告诉你都还轮不到南非的种族隔离 那时候最热门的话题是 对犹太人的歧视 以及对黑人的歧视 这两种歧视 其实是整个美国社会当中 当时最热烈讨论的问题 所以它里面也大量的引用 就是有关于就是排斥犹太人的一些偏见行为 想法一直到行为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应该很难找到在西方社会里头 对犹太人 还有强烈偏见的高比例的人群呢 我低比例的应该有 但高比例的人群应该相对比较少 那这样子的话他这里面所引用的研究 你说对现在还有解释力吗 OK这也是很 被常常被提出来的问题 一个时隔70年 美国人写的 那么谈的都是当时美国社会 非常重视的一些偏见 种族问题 那在我们现在的台湾的读者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想这个可以分几个层次 事实上我同学 我有一些同学念完了 他也说哎呀好事啊 这里面例子哦 都没看过的啊 他们已经距离那个年代 真的非常久了啦 那我有时候跟他们讲说 OK没错 这个是美国人重视的议题 而且是70年前的美国人 时间空间都有距离 但是没关系 你看看他背后的论点 因为那例子会变 时代会变化 现象会变化 其实你把那个犹太人 套用成为中国人 其实也差不多了 哎呀你讲的很白 哈哈哈哈 我就是说我倒没那么白 我说你可以想想看 在我们台湾社会 一样存在着偏见 因为这个偏见 刚刚主任提到这是人性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 不可避免 所以在台湾的现在 一定会针对 各种不同的族群 我们可能都抱持着偏见 没错 可能是国家 可能是性别 可能是党派 可能是某些意识形态 真的 一区分之后就出现了 那我就鼓励同学说 他的例子 你看了之后 你就对照着想台湾 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 你拿本省人跟外省人 因为犹太人跟美国人之间 一般西方的白人 美国的白人相对的 那个对比性 我觉得本省人跟外省人 可以做对比 因为他的区别性很小 但是还是勉强可区别 或者是台湾跟中国大陆 可区别 其实可区别 但是其实可区别性很小 它是比较类似 但区别性相对比较小 因为口音啊 各方面的这个因素 那所以你把它套用进去之后 其实就很适用 你会发现 它那个成因啊 还有它 造成影响因素 然后以及它可能的比例 变分布 好像都类似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 虽然时隔70年 虽然它谈的例子是美国 但是放到现在 其实是可以作为参考的一项 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进入这本书里头的 重要的一些定义 它要先定义什么是偏见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没有偏见啊 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而且他过去的行为 就是让我没办法信任他 这什么叫偏见呢 我是基于事实 基于客观的证据 所以到底什么算是偏见呢 OK 这个本书啊 其实有把三个概念 很像的概念都提到 一个是偏见 一个是刻板印象 第三个是歧视 那这三个概念呢 他都提到 但是可能因为他书真的很厚啊 他是在不同的章节提到的 所以如果没有仔细的做笔记的话 有时接不起来 其实这三个东西在心理学里面 定义是非常清楚 它是相关 但是不太一样 首先第一个偏见啊 英文叫perjudice 偏见就是我们只因为一个人 属于某一个群体 我们就在情绪上讨厌他 厌恶他 这就是偏见 在台湾啊 我举一个例子 他是某某政党的拥护者 他一定如何如何如何 好讨厌 我告诉你 这就是偏见 这就是偏见 对 坦白说这是偏见 对 这个就是偏见的最基本定义 那刻板印象是什么 刻板印象就是说 我们会把人做分类 那一分类之后 我们就把同一类的人 套上同样的特征 那么这样的特征 就是我们对这类人的刻板印象 比如说我最常常在课堂上 就请同一句 想 你在心中请想象一个拳击手的形象 外表 就这样大家想 然后就现场问 你现在想到这个形象是女生的请举手 拳击手 哦 比例应该很低 你应该没有举手 因为我是想到女生 OK 那你不错 我是想到女生 比例非常低哦 对 就是全班五六十人 有时候根本没有人想到女生 因为我想象不出一个合理的男性拳击手的体态 但我能够想象出一个女性拳击手的体态 所以我有绕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 哎 好像只能够想出一个 对 我有绕了一下 因为我想不出来 你大概猜到我要玩的梗 我也把你扭了 哦 对 但是同学当然通常是想男生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想到拳击手这样的一个族群群体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就是男性这个性格 那这个就是拳击手的一种刻板印象 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刻板印象哦 他大部分的拳击手是男生 可能是 但是不会所有拳击手的男生 所以刻板印象是这样 他可能是适用于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 但是他不会是常常不会是全部人都是 如果是全部人都是 通常是定义上就是的 by definition他就是 那么 再一个你会发现 刻板印象他不一定就是负面 嗯嗯嗯 他也可以是正面 正面 人说全球是男生女生 坦白讲也没有什么在那边负面了 他就是个刻板印象而已 他甚至可以 他可以中性 他也可以正面的刻板印象 某群人他就什么很棒 这也可以是一个刻板印象 所以刻板印象 广义而言是不一定是负面 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常用口语中常用的 是说负面的特征 才叫刻板印象 在笑话里头很容易用负面的刻板印象 然后去做笑话的梗 对 但是我们在看待其他的人的特质的时候 确实这个刻板印象可正可负 我举例来说 女性的数学就是不好 女生的数学就是不好 这绝对是刻板印象啊 而且是错的刻板印象 而且对但是这个变成了一个从小就就出现了一个刻板印象 对 那总之了 刻板印象的定义就是刚才讲 他用白话讲 就是一开始打翻一船人了 就是你这一群人一定是怎么样 那偏见跟刻板印象的相关性是什么 通常是这样 刻板印象 如果是负面的刻板印象 就会拿来当做偏见的理由 偏见是我因为他属于这个群体 我讨厌他 你说你为什么讨厌他 因为他们那群人就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通常这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而这个负面的刻板印象 他既不适用于全体 他也常常是错的 也可能是错的 对 所以这就是彼此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说 偏见主要是情感方面的一种态度 他属于这个群体 我讨厌他 刻板印象是认知方面 就是思考方面 他是什么什么 这群人是什么什么 而我常常拿认知去影响我的情感 作为理由 作为理由 作为我的借口 对 作为借口 第三个是歧视 discrimination 歧视是行为 就是因为这个人属于某一个群体 就给他不公平的 不好的 甚至伤害的行为 对待他 这个我们通常才叫做歧视 所以歧视通常指的是行为 这个就是在心理学里面的 比较严格的区分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 常常混在一起用 偏见 可不然 其实常混在一起用 认知会影响偏见 偏见 偏见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 对的 对 可是呢 在行为的部分 理论上应该是先出现了情感 或偏见 对 才会有歧视的行为 对对对 甚至于更进一步的更激烈的 对对对 那行为有各种程度的区分 那行为其实有可能是情感 也可能是认知 我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所以我要对他什么 那其实是一个不公平 或是基于错误的 可以把影像造成 那过去有研究 在他之后了 有人去研究那个精神疗养院 因为疗养院有时候 他那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病患进去 他要比较 拘束性疗法 就是把他绑起来 然后关个几小时这种 结果有人 这个研究是有人混进去做的 就是他假装的病人 然后就找到那个资料 看了看就发现了 对待在美国的某一家了 精神疗养院里面 对待黑人的病患跟白人病患 的拘束性疗法比例不同 黑人就相对高的就是拘束性 就直接那个就是用拘束医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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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起来那种白人就相对不好 就没有 其实病情病况没有差太多 可是他看到是黑人他就先这样来 那这个显然就是一种 只因为他属于某个群体 就对待他不是很公平的待遇 这是刻板印象加偏见 所形成的强烈的歧视行为 对对 总之就是在定义上面是大概可以讲 好我们把它定义清楚了之后 其实最重要的是 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集体的偏见情感 形成了集体的刻板印象 进而形成集体的这一种歧视行为的话 它通常会引发大祸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启船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周选书早起读书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一起来出版社所出版的 偏见的本质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国立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咨询 影系的这个副教授 陈顺文陈老师 这是一本呢 虽然是很经典的书 但是它的面对读者就是普通读者 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一来虽然说是七十年前的研究 可是我会 我是做现实世界的评论的人 我会不断的拿来去对照 比如说现在的中美关系 乃至于现在的 基督教文明跟 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你知道这里面的对照实在太多太多了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中美之间 其实你看到是那个 明显的肤色的不同 而宗教的部分 它也有明显从外表看出来的不同 这一些冲突点 其实跟你 越是基于想要保护你自己所拥有的 那个冲突点都会拉高 威胁感通都会拉高 这一点其实在书里头 就不断的去采明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算回到台湾 其实台湾的不管是政党立场的对立也好 或者两岸之间的对立也好 我觉得在这书里头都可以找到很多 我们去看待形成社会集体偏见的一些现象 我不会说你看完了这本书 你就可以消除这个社会的偏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觉得可以减少我们自己偏见产生的情绪 然后接着用比较理性客观的方式去对待我周遭的人 而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周遭的人 我会得到一个相对正面的循环 你不会觉得你碰到很多跟你有敌意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存模式 从我的角度来讲是如此 好不过我要非常谢谢一起来出版社 他特别的送给我们节目的观众或者听众 五本偏见的本质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news98的官方粉丝团在脸书上面 那么news98官方粉丝团 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的贴文 然后按赞留言偏见的本质 你就可以参加抽奖 可是他是电子书哦 他是在读墨 阅读的读 然后墨水的墨 读墨这一个网站当中的电子书 那大家可以来参加抽奖 一共只有五个名额哦 那我们到时候就会用电脑来选了 好避免偏见嘛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老师这一点其实我这边说一下 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研究 就是你光是用不同的名字 因为在美国你要去分辨这个名字 他的族裔哦 是很容易的 对对 他们非常容易就分辨说 比如说他是犹太裔的 还是他是比如说他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或者是比较接近黑人的名字 对对 他就可以分辨的出来 然后光是姓名然后去寄信给某个人 然后某个商家 对 然后他就拒绝 有的就有的就接受有的就拒绝哦 对对对 明明所有的条件都一模一样哦 那有的就接受有的就拒绝 他只要看到姓名 像是黑人式的姓名 他就说我们不服务黑人 在当时50年代 那即便到现在 我其实看到在最近还是有人研究 研究了之后 其实他还是可能就被忽视 但是他不会直接拒绝 他不会说因为你是黑人 所以我就拒绝他不会 可是他会就忽视耶 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是会 还是会这样耶 所以刚才说70年前的美国的种族问题 也是那样 到了现在真的有改善吗 其实倒不一定 因为那是人性 那个我刚才有提到这个黑人 还有犹太人 那黑人其实在50年代那个时候啊 他们美国在炒一个那个黑人平权 虽然很早他们的这个这个宪法修正案 已经说要平权 但是一直有很多地方 尤其在南部 限制黑人投票 那么这本书是1954年初 这个美国的民权法案 我记得是在1964年 1964年 1963还1964年 对 占生总统的时候 所以可见这本书出的时候 还在争议之中的 所以他为什么引这么多的例子 也是在当时美国很重要的 那其实然后你在看 虽然当时这样 虽然也通过了这个民权法案 但是到了现在 就在前几年 或者才201几年 23年左右 一直出现那个BLM 那个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 的运动 一直持续到前几年都还发生 就是美国警察常常会误杀黑人 甚至有实验发现 他们用一个电脑像游戏一样 里面会出现白人跟黑人 然后让这个实验者 参与者去按按钮 就是你这个是手枪 那个图片里面的白人或黑人 他有时候拿出枪 这时候警察就要射 就是你要开枪 如果拿出手机 你就不应该开枪 结果他们发现 如果是黑人 拿的不是枪的时候 被误杀的几率远高于白人 好言之 大家的第一反应 好像看到黑人 不管拿什么就开枪了 即便在电脑游戏当中 电脑游戏都这样 而且你看开枪都不到一两秒的时间 你就要做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在前几年会引起 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渲染大波 当时的这个这个示威抗议 甚至暴动 对黑人的歧视 其实一直在 不止黑人 黄总人也一样 在COVID期间 美国发生很多这个黄总人被施暴 暴力行为 那他黄总人 他不是说你中国人 他反正看你黄皮肤 刚才讲的 外表看起来 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 在他眼里都一样 都一样的 那他当时因为社会压力紧张 然后加上要泄愤找戴罪羔羊 就这本书提到戴罪羔羊 那反正黄总人他就下手 海豹被喷漆 其实这个美国的种族冲突议题 一直是他们社会很重要的议题 在台湾也有种族偏见 但是不像美国这么重 我们的偏见可能是别的偏见 没错 没错 我们就进入这个偏见里头很多的 分类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本作的作者 他作为一个学者 他很认真的不断提醒大家说 因为他这里面分了三十个章 八大部分 他会提很多形成偏见的原因 或者你在形成偏见过程当中 区分的方法 你自己的行为方法 以及影响你的方法 他说但是他讲的这些事情 并不代表说偏见来自于单一因素 而是你把它拆解完了之后 每一个因素都会相互影响 所以他不是单一因素形成的偏见 他是多方因素形成的偏见 可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偏见行为发生的时候 我们判断的标准 就是他是外表我就可以辨认 他跟我不一样 对 然后我就对他是有刻板印象 我就是有一个偏见的情感 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对 又或者是我虽然 我其实跟他是 我觉得我们是不 我们不一样 我是内团体 你是外团体 你跟我是不一样的人 但是我外表分辨不出来 嗯 那外表分辨不出来 可是我还是有刻板印象啊 我还是有偏见 有歧视行为 我面对那个可以分辨的 跟不能分辨的 我的行为 我的歧视行为 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不同 对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的确这个 这个阿婆他是说 偏见有多重的因素 互相加成影响 但是他其实有个最基本的根源 就是我们会把人分类 这是人在社会生活中 一定要做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 社会生活非常复杂 我们每天都要 跟不同人打交道 虽然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但是我们不可能 面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处理 比如说 比如我刚才去那个 这个7 便利商去买东西 我在结账的时候 跟我一起 帮我结账了 我就只能把他当做 店员这样的一个类别 来跟他应对 对对对对 我不会去跟他续寒问暖 问他家人 追求他 就是不可能 所以社会生活非常复杂 我们在社会中 要好好的生活 一定要把人群分类 如果不分类 我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所以无法生存 是的 而你只要一分类 你把人一分类 你就可能出现刻板印象 就跟他讲 某一个类别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特征 而这刻板印象 如果是你讨厌 你可能就出现偏见 所以他会说 偏见是人类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现象 是这个原因 没有办法完全消除 对这很重要 我们只能察觉 尽量不要让他负面影响 这也很重要 好 那你说一分类之后 所有东西都可以分类啊 比如说 性别可以分类 年龄可以分类 所以身材可以分类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 只要有一个东西 就可以把人至少分两类 一分类就可以把印象就来 对 这里面有一种分类 是我们最常用 就刚刚您提到 内外团体的分类 内团体 ingroup指的就是 我认为 我所归属的团体 我周围的人 家人朋友 我认同的团体 外团体就是 不属于那种叫外团体 就是我们跟你们 或者我们跟他们的差别 就是自己人跟外人 自己人 外人 就是这样 我们自常生活中就充满这种 自己人跟外人的区别 而这种一区分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比如说 我们会对内团体人比较好 刚刚您说的 内团体偏私 当然你说这个也无可厚非 可是如果您很偏私 相对于你对外 你不公平 我们有时候常讲双标 嗯 有时候就是这样出现 自己人都比较好 一定双标 很难避免 嗯 然后再来我们把外团体都看得很像 所以他就同一群人 他们都一定都怎么样 尽管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尽管我们可能觉得不一样 但是在面对的时候 我们都把他们当一样 嗯 那当然就可能出问题 因为他们其实不一样 嗯 OK 再来有人有时候会出现外团体会赋予错误的类型 这个叫错觉相关 就是说 这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移工好 现在讲移工啊 我们他移工他的品性怎么就来了 可能我们就是只看到特定的几个移工的例子 可能上了新闻 那么就以为全体都是这样 这最常见的就是呢 如果有一个移工犯案上了新闻 我们就把这个移工的犯罪行为 视为所有移工都必然出现的行为 因为我们对外团体所出现的任何一个负面的案例 我们很容易把它推估为外面的人都是如此 对 那可是这个案例如果发生在自己人身上 我们就会说他是个案 他是个案对 对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最常见的 而且这个跟媒体很有关系 因为有研究发现 由媒体得到的外团体印象 影响力比你亲身碰到的看到的还强 啊对 对在此刻更重更严重了对 那媒体通常会报一些比较罕见特别的事情 唐建成就不会报 所以反而雪上加霜 他其实报是很罕见的 但是平安人看到就说他们都是这样 这就是个案跟统计数字的差别 你如果按统计数字 其实移工的犯罪率是很低的 这我之前看过报告 但是问题是呢 只要移工犯案 他在新闻上面就一定会出现他的身份别 对我们一般的犯罪案件一定不会出现身份别 但只有移工犯案会出现身份别 而我们就会高度关注 到最后我们就形成一个移工藏行犯案的错误 刻板印象 对因为他手法你不会报 还有跟移工一个很像的例子 是精神病患 精神病患 现在发现其实他们要犯重罪的机率 也非常非常少比一般人还少正常还少 可是一旦突然里面有个案子一出现一定大报特报 所有人就对今天产生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 错误相关出来 那可能就讨厌偏见就来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 这个到现在都一直在发生 好刚讲是内外团体我们形成偏见的时候 很容易彼此之间不同的对待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可见性就是我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外团体 然后我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他是我们自己人 对跟有的时候你会无法分辨 他是自己人还是外面的人 会不太常常会不太一样 因为五局来讲在在美国那时候在讨厌就忍战时期 你很难分辨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这个没办法从外表就看得出来 但是是不是黑人或者在那个时代是不是犹太人 其实从外表就可以分辨出来 你面对那个很容易判别是外团体的 更不容易判别是外团体 行为上面会出现哪些的问题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号你们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国立清华大学教育心理资商系的副教授 陈顺文陈老师今天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一起来出版社所出版的偏见的本质 陈老师面对外人有些人很外表就可以分辨 有些人外表是不能分辨的 一旦他的那个偏见刻板印象然后他的歧视甚至于仇恨都到达了一定极端的程度的时候 面对可分辨跟不能分辨的外团体我们可能采取的极端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OK要值得我们小心注意的 这个这本书有提到外表可分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我们在区分尤其是自己人跟外人的时候 常常就会找这种可区变的特征 那当然对刚才讲种族议题是很容易区变肤色就容易区变 甚至你说性别容易区变 那有一些时候你说像你说台湾啊这个大家都看起来都是黄种人白白黑黑头发 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区分还是可以 比如说刚才提到口音 口音有时候你一讲话他哎你是哪里人 你是对岸的人 马上那个态度就有点不一样 没错 我们会找到那个树里提到那个最小区变原则 总是好像可以找到 当然有些时候真的是你的你的内外团体区变不是外险特征 是一些内心的意识形态 或你说党派想法 有时候可能会从言谈来区变 当然这只能用猜 可是这样只要是猜啊 就会开始风声合力 就会你这样讲话 视频代表你是什么什么想法 什么什么党派 其实他反而加深了差相处的差异 对 你可分辨的话 你会很快的有歧视跟霸凌的行为 很容易如果极端的话 但是如果不容易分辨的话 他就会形成整个社会的相互差异 对尤其是社会在高度压力挫折 或者有外力威胁的情况下 这时候这种这种造成偏见甚至歧视甚至暴力的行为更出现 我们就来看社会文化是如何形成一个社会集体偏见的 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特别值得启发的地方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在谈到社会文化的成因的时候 有讲到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 如果整个社会出现集体的挫败感挫折感的时候 那很容易去找戴罪羔羊 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直提到这个德国在一次战败之后 那民生掉毙签了所谓不平等的条约 那当时很挫折结果纳粹德国上纳粹上台 但是刚刚就指向犹太人 对犹太人的歧视其实在欧洲是自古以来 其实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至少可以追受到甚至可以追到罗马帝国时代都可以 那一直到现在他们就太好了一个长期以来就一直被指责的对象 而且他里面其实有一个欧洲的歧视犹太人的那个案例 我印象很清楚其实发生在英国 并不是德国的例子而是英国的例子 我之前也也曾经阅读过历史的一些相关的书籍 其实对犹太人最严重的歧视在战前 然后就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严重的歧视的谣言事件 其实发生在法国 可是你看德国是最极端的采取了那一个种族灭绝的行为 而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其实就是他最挫败的时刻点 同样整个欧洲社会都有反犹太的一个歧视行为 歧视的那个观念 但是德国最极端因为他最挫败 对所以反犹太的这个这个思想其实一直在欧洲蔓延 那这本书是1954年 以色列成立我记得1948年 也没多久 那你知道以色列成立之后就是风风雨一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没错 跟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对战 那最近在美国又出现反犹太的言论 现在大学背景有很大的不同 背景不一样变得更复杂了 就是跟当时70年前可能更复杂 因为加上以色列跟他周围的关系 那互相的恩怨仇恨 基本上几乎是无解了 上千年的仇恨 那在美国现在在大学还是会出 开始又出现了这个反犹太言论 支持哈马斯去攻击以色列 像这种话 所以其实你说70年轻年后 那种仇恨真的很难消掉 那个偏见还是残念存在 我们就来谈一下就是 刚刚提到的是社会现象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个人人格特质 因为其实呢 欧普他就高高尔登堂 欧普他的最主要的研究 其实是人格特质心理学 所以他对于什么样子的人 比较容易出现高偏见 什么样的人比较 相对不容易出现高偏见 他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的 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这个倒不是我个人同意 而且后来的很多的研究 重点就是放在社会文化 甚至历史的因素上 那人格的特质 针对偏见的研究 相对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 对因为我这方面看到的相关的 这些书籍的内容 真的少很多 就是社会形成的集体现象 研究比较多 所以大概只能说 除非是很特殊的一些人格的不适应症状 很容易就到处指责 那大部分的人 恐怕倒不是说 他一定有什么样的特征或特质 就会有高偏见或低偏见 这种这种研究 其实后来也不太支持 因为我在书里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是有矛盾 对我来说 因为他其中有一段有提到说 有研究显示最坚持刻板印象的方 是高学历的人 可以 对 其实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现这个现象 但是呢 他后面 对 又突然说 他又突然讲说 其实呢 大概是相对来说 在社会当中呢 他比较认为他自己容易 这个是被归类为失败者 然后他整个的发展有挫败感的人 他比较容易形成 对外团体的偏见 甚至于极端行为 你从某种角度来讲 好像也合理 因为那时候的3K党 其实是类似这样子 可是 对我看起来 那这样子这两种人格特质 不就是极端的两类了吗 对啊 所以他其实后面讲了一堆之后 他自己说 目前没有很一致的结果 但是 反正他当时是有这样想法 不过他是很早期 当时的人格心理学家 他想要这样做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 后续的研究 大家慢慢中心 还是比较放在社会文化的影响树上 你是不是有挫折感 还有是不是跟产生冲突跟威胁感 这个跟挫折感很像 那冲突威胁感 我们就很容易去把 造成冲突的对象 产生偏见甚至歧视行为 最明显就是做战争时候 战争的时候 也许发动战争的 可能就是一些军阀啦 或者是一些一些特殊的人士 但是我们会对敌国的所有人民 我们都一视同样的去偏见歧视 甚至暴力对待 这个就是因为冲突产生的 威胁感 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社会情境 甚至历史的因素造成 后来就在这边 好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也比较赞成 就是说用社会的角度 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 至于说我自己 在人格特质上面要怎么样减少偏见 是可以自己自修的 但是可能并不是我们在看待 大问题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不过至少有一点就是 如果社会集体挫败的时刻点 特别容易形成对外团体的 威胁感上升而形成偏见 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应该是成立的 对 容易发生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社会文化会形塑偏见 而幼儿更容易在社会文化当中 学习到偏见 对 这个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什么特别值得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最后一章 他特别想要提到的 偏见常常引发这个冲突 甚至引申这个暴力行为 那我们要怎么样消除这种 后续的不良影响 我们没有完全消除偏见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面对他消除影响 所以他最后一章 其实提了蛮多做法 他其实第一个提到是法律 他说法律可以改善那个制度 那制度长久下来 可能人慢慢想法也会跟着改 他的做法 那他举的例子就是 这个民权法案 他当时还没有通过 他那时候再推这个民权法案 然后再一个是公平就业法 你要一视同人 男女同心同工同仇 像这种事情 他说这个也有助于 大概就这些法律 那当然他也说 你除有法律不足以推行的 因为大家可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我有偏见我还是不管你 所以他说法律也 大概也是到一定程度 既然是多重原因 我们要多重解决 所以他也谈到 教育训练 教育训练里面 目前的研究 就在他之后研究发现 大概有几个比较好的 就是说 你让人去 参与当受偏见者的生活 你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情跟想法 会很强的带出同理心 同理心很关键的一点 这是现在的所有心理研究当中 好像这一块研究的特别的多 对不对 就是我住到你的环境 你住到我的环境 对 然后互相了解 原来他们是这样 他们受到偏见 其实是这样子的生活 体会一下他们 你可以同理他们之后 偏见就会减少 当然他耗费的时间跟精神 都非常非常的多 对 那而且有时候对小朋友 海外人比较有效 小朋友不像 不像我们凑到一堆东西 对一下 比如小朋友你让他去想像说 如果你是一个身体有障碍的人士 要怎么开车 让他们自己好像练习这样做 或者盲人要怎么样做广播节目 OK 受过这样的经验的小朋友 他就比较愿意会跟 比如说身体残障的人 或盲人在一起 他就比较不会把对方 视为某一个团体当中的其中一人 而是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去感受他所面对的困难 对 等于有一点纳入内团体范围 那像这种就是透过后天的教育 训练来做到的 那还有一点啦 就是我们多一点关于偏见的知识 比如说念这本书 不觉得如果作者说 你光有知识效果通常不太很高 因为这个书把写的东西很硬 你没有亲身去体会体验 那个效果不是很高 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看完了这本书 你就认为可以消除自己的偏见 相反的你应该要学会 我应该要学会的是 我看完了这本书 我应该更提醒自己 偏见是我的本性 我反而要更小心注意 要小心注意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清华大学的薪资系的副教授 陈顺文陈老师 带来的这一本偏见的本质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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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